俄乌战争自去年年初爆发以来,已经持续了一年半时间,在战争刚刚开始时,大家又于对俄乌双方实力的传统印象,都以为这又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快速战争,不曾想这场战争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持久战,作战方式也从最初俄军的运动战,转变为俄乌双方互有攻防的阵地战。 在这场战争中,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,不断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大量军事援助,包括大名鼎鼎的鲍尔坦克、海马斯火箭炮等,这些装备都被乌军及其追随者们理所当然的吹捧为灭而神奇。 近日有消息说乌克兰军队由于近期反攻作战不力,准备先通过大量的反炮兵作战削弱俄军炮兵力量,再进行大规模反攻。 按照网络上的信息,乌军这次反炮兵作战的具体方式,是先由少量地面部队分散出击,吸引俄军炮兵开火,待俄军炮兵暴露阵地位置后,再用海马斯火箭炮等武器对其发起火力打击。 由此看来,在这次乌克兰军队的反炮兵作战计划中,海马斯火箭炮将再次担任重要角色。 海马斯火箭炮,是由美军研制的一款轮式自行火箭炮,它是在M270自行火箭炮发射系统的基础上改进而来。 二者主要的区别有两点,一是M270自行火箭炮载具为旅单式,而海马斯自行火箭炮使用轮式地盘,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空运。 二是M270自行火箭炮装备两个六连装发射箱,而海马斯自行火箭炮只装备一个六连装发射箱,在火力输出能力上。 海马斯远远弱于M270自行火箭炮,这是为了机动能力和空运能力做出的妥协。 海马斯火箭炮战斗权重约11吨,使用的轮式卡车底盘长约6.9米,高约2.8米,该型卡车有效载荷为5吨。 安装一台排量为6.6升的卡特比勒型柴油发动机,搭配爱利森变速箱。 这套优秀的动力系统,使得海马斯火箭炮的最大公路行驶速度,高达86千米每小时。 海马斯火箭炮能够发射射程,在40至70千米不等的多型火箭弹,也可以发射射程为300千米的陆军战术导弹。 以往乌克兰军队装备的海马斯火箭炮,主要发射射程约70千米的高爆弹弹头,制导火箭弹。 但前不久,北约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子母弹药,因此可以推测乌克兰军队的海马斯火箭炮,应当已经获得装备子母弹战斗部的制导火箭弹。 这种制导火箭弹平均飞行速度约为3马赫,采用贯导加卫星制导相结合的制导方式,末端打击精度约为数米,性能十分优异。 此前乌克兰军队共获得了约20辆海马斯火箭炮。 7月20日,美军宣布将再提供4套海马斯火箭炮。 粗略计算,乌克兰手中约有25辆海马斯火箭炮。 这些海马斯火箭炮在这次反炮兵作战中的表现,究竟能不能达到乌军的预期呢? 我们先看看海马斯火箭炮,迄今为止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。 海马斯火箭炮于2022年6月进入乌克兰参战,初期表现十分亮眼。 它一度压制了俄军冰雹火箭炮和飓风火箭炮,并摧毁了俄军大量后勤设施和作战装备。 2022年8月至11月,乌军曾连续使用海马斯火箭炮,对赫尔松境内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进行打击。 这座大桥是该地区俄军的重要补给线,因此导致该地区俄军补给困难。 2022年元旦期间,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多枚火箭弹,对马卡伊夫卡式的移除俄军营地进行打击。 该处俄军此时正在庆祝新年,按照乌军宣称,这次打击造成400余名俄军死亡,300余名俄军受伤。 但俄方只承认有89名俄军在该事件中死亡,无论真相更接近哪一方,这次打击都证明了海马斯火箭炮的可怕威力。 客观评价,海马斯火箭炮的确性能优异。 首先,海马斯火箭炮机动能力强,目标小,还有卡车底盘运载,最大公路机动速度达80千米每小时以上,可以迅速的大范围转移阵地。 其卡车运载平台体积小巧,仅仅相当于一辆小型货运卡车,目标特征不明显。 海马斯火箭炮还具有快打快收的特点,展开时间仅为三分钟,撤离时间约为五分钟。 打完一轮后,进行弹药补充的时间在十分钟以内。 这几点优势结合,使得俄军的空中侦察,难以有效发现海马斯火箭炮的行踪,难以发现就自然更难以将其摧毁。 其次,海马斯火箭炮使用的火箭弹射程较远,并且具有极高的飞行速度和打击精度。 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精确制导火箭弹射程达到70公里。 这一射程远超俄军装备的各型反炮兵雷达的侦测距离,俄军难以通过反炮兵雷达定为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。 这种精确制导火箭弹平均飞行速度高达3马赫,远超俄军装备的冰雹火箭炮。 飞完70公里射程仅需要一分钟出头,留给俄军的反应时间和拦截窗口极端。 按照美军宣称,海马斯火箭炮使用的精确制导火箭弹精度在3米以内。 这个数据或许有水分,但是赫尔松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上,那一个个被海马斯精确命中贯穿的混凝土洞口证明, 这种火箭弹的命中精度的确是在米极。 正是因为这些优势,乌军才能再得到海马斯火箭炮除气,给俄军造成不小的损失。 但若将其吹去为灭俄神器,又显然严过其时,海马斯并非没有弱点。 随着俄军对海马斯火箭炮威力的重视,并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后,他的作战效能已经明显下降。 在俄军现有的装备条件下,要有效定位海马斯阵地,并将其摧毁,的确较为困难。 所以俄军虽多次宣称摧毁乌军海马斯火箭炮,但至今为止,先有视频或照片公布。 可俄军难以摧毁发射车,不代表俄军不能有效反制海马斯火箭炮。 就目前看,俄军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反制措施。 首先注重对部队的疏散隐蔽,减小在遭到海马斯火箭炮打击时的损失。 海马斯火箭炮至今为止给俄军造成的最大损失,就是前文所说的马卡伊富卡式跨年夜事件。 在该事件中,俄军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,正是因为人员高度集中。 该事件之后,俄军注重疏散隐蔽,海马斯火箭炮便在未取得过如此险要的战果。 其次压制乌军的侦察系统,增加乌军发现俄军目标的困难。 海马斯火箭炮射程远达70公里,其火力输出有赖于北约卫星和乌军侦察部队,携带无人机潜出侦察。 现在俄军已经十分注重对北约卫星侦察的规避,并有效地压制了乌军侦察部队。 海马斯火箭炮发现俄军目标的难度大大增加。 最后俄军还通过电子干扰设备,干扰海马斯火箭弹的卫星制导信号,降低其命中精度。 乌军的其他装备,诸如作战信息指挥系统,无人机和自行火炮等等,也需要GPS信号提供精确坐标。 只要能有效地干扰战区的GPS信号,就能大幅度降低这些制导武器的打击效能。 在现代战争中,制电磁权是非常重要的,其中电子战又是重中之重。 海马斯火箭炮最致命的缺陷之一,就是抗电子干扰能力较弱,而这恰恰是解放军的强项之一。 目前中国已具备强大的电子频谱和通行干扰能力。 在近年来的中美海空军在近海的电子对抗中,解放军已与美军旗鼓相当,甚至略战上风。 中国就高度重视各类电子干扰在战场上的应用。 在本次长春空军展示了数据链跟踪干扰战,这种很低调的装备,可能会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。 此外中国推出了车载综合对抗系统,也能够进行反GPS制导武器的作战。 通过上述几项措施,乌军海马斯火箭炮作战效能已经大大降低。 以我之见,乌军想在这一轮反炮兵作战中,让海马斯火箭炮再次大显升威,恐怕大概率只能是一厢情愿。 海马斯的确是一款优秀的轮式自行火箭炮,但绝非命而神器。 现代战争是体系战争,没有任何一款武器能够单独决定战争胜负。 他们都只能在合适的体系中才能发挥最大作战效能。 不管是海马斯火箭炮,还是鲍尔主战坦克。